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要講國語了,就是這個中國新聞 很特別,每天都很特別 今天多一點小事,可是也很有趣 我們現在就跟大家廣播一下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我們Paytron,五塊錢沒有廣告 是不是好像在聽中央的廣播那樣? 中央啊 我是可以自證行員講普通話的 是啊,有什麼說呢? 先跟大家說第一件事 這件事有關於內地的貪腐問題 半導體晶片大王突然被查 裡面涉及貪腐的問題,被人抓了落馬 哎呀,糟了 國家要搞好半導體晶片的東西 竟然出現被貪腐的問題 好了,第二件事就跟大家說了 哇,這個非常好看 大媽在車廂裡玩MMA 哇,什麼叫MMA呢? 會是泥漿摔角 兩個女人在這裡不停說什麼? 不是啊,大媽不是說這個 炒麵媽之啤 炒麵媽,炒麵媽 不停炒麵媽 草泥馬 是的,不停大量的草泥馬飛了出來 看到一個穿著短裙的女士 真的不小兇 她一起飛腳,網民就說話聲 哇,她又沒有穿底褲 是不是有東西看呢? 竟然這個場面是很多人被贊的 除了說,這個大媽打MMA之外 跟大家說一下 內地的原裝紙問題被人看得到 那些寺廟,那位傳真大師 出現了一些 懷疑和商業活動有關的細節 原來現在更加有人大爆 內地的佛子捐款商 有一些驚人的數字公開 就說原來內地每個寺廟 需要有八百萬的年收入 不是吧?是指定的 還說,真是嚇死你 陝西古寺廟 你知不知債務違約多少億? 不知道,一會告訴你 嚇死你 真是天文數字的寺廟 現在內地出現,恐怖了 另外,有一個非常可愛可愛的小朋友 只有七歲的樣子 什麼七歲啊? 樣子 十歲左右吧 原來是二十七歲的 這個小朋友 童顏 童顏,厲害了 是不是巨耳? 兒子很大的 巨耳 巨耳 因為他的樣子在內地 現在,我覺得他不祝秤啊 是吧? 那就... 找不到工作啊,真可憐 不要緊啦 你年輕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導致他找不到工作,就恐怖了 在台灣有一宗恐怖的虐疑個案 竟然有一個魔鬼保母 獨打一個五歲女還要逼她吃屎 導致她叛坦兼失靈 哇,這件事在台灣惹工憤 我們看看究竟是什麼事 一會兒,真是誇張 好啦,其實呢 內地也有很多厲害的新聞 跟大家說一點點吧 因為其實現在 究竟佩洛西會不會過去台灣呢 大家還在想而已 又有阿全有機會去 但是啊 我們國家的解放軍的空軍 出聲了 他們說一件事就是 會將派多型的飛機圍繞著台灣飛 捍衛主權領導的完整 那為什麼呢 就算你現在呢 究竟佩洛西又說她已經去了新加坡 已經去了新加坡了 她究竟接下來會不會去台灣 報紙 昨天就說她不去 但是晚一點 又說有消息她有機會去 那究竟去不去 但是啊 有很不同的軍方 你看到我們 即是中國軍方 空軍 都已經出聲了 加上 現在已經在做軍演了 一連五天 在三大戰區發實彈演習 這些全部都是告訴美國 佩洛西 你夠膽來就夠膽開槍射你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因為有解放軍的學者出來說 如果啊 如果啊 美國佩洛西 真的 他夠膽去飛去台灣呢 有機會啊 踩中條紅線 而中國將會啟動這個 反分裂國家法呢 去反制 這個反制的措施是怎樣呢 有學者 內地學者出來說 他說 只要 美國和台灣 敢踩中國 劃給他們的那條紅線 又說這些 是啊 他就說會啟動 反分裂國家法 這個反分裂國家法呢 就是代表 中國可以馬上對台動武 收復台灣回來 這樣說 是不是真的啊 這麼厲害 是 他說這個法例 是賦予 中國 出師有命的 所以 他就 呼籲佩洛西 最好 就放棄了 麻煩你們不要過去了 如果不是 就一定 正如中國國防部發言人所說 中國軍隊絕不助事不理 一定會嚴陣以待 那儘管看看他們這些 搞成怎樣了 正所謂 一日未來 都不知道是否真 哪個是假 因為你現在佩洛西都不知道究竟去哪裡 是吧 另外 跟大家說一下 嘩 厲害了 嘩 有宗 內地的寺廟 很吸錢的 你都不知道 原來 有內地的網民發現 這個 內地的寺廟 原來 全中國的寺廟 都是搖前樹 不是吧 不是 不是 你們不知道 我們先看看 有幾吸錢 有內地媒體引述中國佛教協會的統計資料數字 截至2020年年底 中國內地有32,600座寺廟 其中20%以上的寺廟已經是商業化了 而商業化的寺廟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河南、四川這些地方 寺廟商業化除了賣門票吸引善信和遊客之外 他供奉神主牌的位置 辦法事會議 捐款 還有周邊的寺廟 這些叫做消費品 我只能夠這樣落下 這些東西 導致這些字廟 賺真銀 有一個上海著名遊客觀景區叫做靖安寺為例 你知不知道開光的 所謂的性器 你知不知道收人多少錢 不知道 過萬 所謂的一個山寶銀幣 不知道可能是一個銅錢 需要一萬六千八百人民幣 一座釋加茅尼佛像同座的金座 需要多少錢呢 釋加茅尼你猜賣多少錢 不知道 一萬九千八百人民幣 便宜還是貴 哇 他說這些同座 釋加茅尼一個帽子 不斷背出來 跟你說開過光的 有大師開過光 賣一萬九千元 嗯哼 不是吧 講到說這些都是濕碎的 上海 哇 肯定買錯東西都說 這樣就一萬幾兩萬元 發達吧 是啊 最說 原來 有一個 內臟佛 一間在法門寺 因為講到它裡面 有一顆射離子 這個法門寺 因為不善經營 導致倒塌了 這些 竟然 講到說 陝西的法門寺 之前講到說 它啊 相傳 因為一場災害 發現到有佛祖的射離子 在這間佛廟裡面 好吧 不要緊 那些 經過它們重新打造 對外宣揚 當時大量遊客 蜂擁而至 打算 目睹射離子 這顆射離子的真面目 導致 理論上 它應該賺到盆滿 有內地 傳媒報導 這個法門寺 根本就是生金蛋的 雞 是不是 但是它竟然 理財不善 欠下40億人民幣的巨債 而現金流 賬面的現金流 不夠一億 真的 就說了 內地媒體 報紙就說 這些所謂的佛門清淨地 就好像內地的房地產一樣 是 爛尾的也多 收不到樓的也多 全部都是假裝的 所謂的佛門清淨地 全部都是吸錢的市場 更加 有人就說了 有 說回有些寺廟 因為看到自己的廟 開始 信眾 遊客 多人去 馬上加門票 加價 急劇加價 本來 由28元 馬上急增到120元 有人就說 遊客依舊不斷罵 但是他們一直罵 一直進去拜神 所以有些人就覺得 這些寺廟 所謂的掛羊頭賣狗肉的寺廟 就是這些人 眾成的 對不對 那些神位又說 好啊 這裡擺個神位 不知道收你多少 十萬 所謂的商業化寺廟 完全顛覆了 不過呢 你對那個 宗教信仰的問題 那個原意 是不是 那就是啊 很多東西 全部都是行錢的 所以 就是 有很多不同的寺廟 都千方百計 想辦法去賺錢 那你想一下 就是 一個原裝紙 河內的法門寺 欠債巨億 不知幾十億 現在呢 再度引爆出來 這件事呢 都非常之令人悲哀的 那除了這個 法門寺悲哀事件呢 我們跟大家說一下 哇 不知道是內地還是在哪裡 應該是內地了 就有兩個女士 我都不敢叫大媽 因為有人就說她很年輕 就在車廂裡面 就爭執了 哇 放得很大 那就說 當時的環境 就有很多人的物質質 可能就是人多 擠迫 導致大家互相磨擦 有兩個站在中間位 C位 有兩個女子 C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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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著爭C位 有兩個女子 其中一個 整個小鳳姐 穿到斑點連身裙的女子 一路爆粗 一路起飛腳 就踢向這個紅衣女子 嘩 厲害 講到說 最少連踢三腳 嘩 懂些功夫 難道一路踢 還要一路撈 就說 抄黎馬 抄黎馬 和抄黎馬 這樣 那叫草黎馬腳 厲害 至於這個紅衣女子 由於受到連環踢的攻擊 他 嘩 你當我漏嗎 這樣 就還擊了 現在這個side kick 就還擊了 正所謂你一腳我一腳 場面相多火爆 而旁邊的乘客 厲害了 大家 莫化神 你眼看我眼 沒有人制止 唉 那 制什麼指 有膠打當然要看 是啊 當然 關人鬼事 打完我那怎麼辦 神經病 待會踢腳的東西噴出來 擠到我那怎麼辦 很多網民 很多網民看著這段影片 最初就說 嘩 什麼 你說什麼 他說 穿短裙 斑點短裙的女子 你遞腳太快 會受傷 要慢慢來 我跟他說 你那些傢伙有沒有搞錯 即是教他們功夫 不是啊 人家穿短裙 遞腳太快 看不到裡面 走光 色色的 叫做慢點 慢點 這樣 又說 慢點 慢點 讓他看清楚 人家有沒有穿底褲 有人就說 嘩 究竟有沒有穿底褲 有人就說 露餡 究竟是粉紅色底褲 還是沒有穿底褲 這些都是不清楚的 但是 有人就說 不要跟他搏腳 嘗試進他中路 抓住他的腳 找東西塞進他中間 對 找東西塞進他中路 破他的氣 不知道 這是網民的意見 破他的防護膜 沒錯 讓他中氣大洩 破防 破防 遮善 老娘吸聲大法 整個拙進去 就是 滾 真的恐怖 這件事是不恐怖的 有一個27歲的 男人 我也不知道是男人好 還是小孩好 因為他的樣子 真的很小 你跟別人說 他是27歲 你真是找鬼信 你是不是年輕人 沒有玩東西 那麼 大家 在現今 娛樂圈 有很多女士 都希望自己擁有 防腐劑的外貌 童顏的外貌 這個在內地的年輕人 就說 你看他 整個小孩 誰不知 他說 原來 他這個小孩 不曉老的樣子 帶給他一些很嚴重的麻煩 究竟是什麼呢 根據內地傳媒 說到這傢伙來自廣東莫名 原來 27歲 但是 他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他 因為 很多人質疑 你的樣子像27歲 別玩了 年輕人 不要啦 不要開玩笑 你騙鬼吃豆腐 你的樣子明明只有7歲 你說自己27歲 但是 說到他老爸 家人 因為中風 沒辦法賺錢 他自己想出來 幫普家計 但是 由於 外表 導致他找不到工作 他現在爭吵 唉 看起來真的不是很老的 但是 因為 這個 年輕人的樣子 那些人不請他 為什麼呢 我又覺得奇怪 因為他真的很年輕 也是的 他的樣子真的很 不可能 令人相信他像27歲 頂了 就十多歲 但是 看他做什麼工種 本身他自己都是小 小孩 他的樣子 教幼稚園應該沒有人會覺得你有問題 他讀幼稚園也沒有問題 哈哈哈哈 有人就說 你看看他 很多網民都說 看就像7歲 實際年齡27歲 背影更像57歲 嘩 真是 無奈 很多人就說 有些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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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啊 求保養 說沒試過年輕人這麼厲害 對 說的 那年輕人的樣子這麼大 年輕人 嚇死你 另外 跟大家說 在台灣 有一宗恐怖的虐言案件 這一宗若言案件 在網路上也惹了公憤 為什麼呢? 有一個女童 被保母 毒打得 猛 更加叛坦 這件事 我們再說一個因由 一個姓蘇的女童 她說 媽媽因為工作關係 在21年2月 所以找了一個沒有牌的 唉 你真是媽媽 找一個沒有牌的保母 一個姓曾 和一個姓許 應該是一男一女 用兩萬元新台幣 每個月 全天候照顧她的女兒 但是這對夫婦 同一個女兒 同住一個月裡 竟然 竟然 不是好好照顧她 人家給錢你們 去照顧她的女兒 你竟然 恐怖到是什麼呢? 連番虐待的小妹 包括 毒打 逼她喝屎尿 又要她奶 哇 奶那些屎啊 又說 還要找杜樹聰 捉個小妹杜樹聰 哇 這些人是變態的 你對著一個五歲的女兒 小女兒 你怎麼可以做到這些事呢? 你還要是一對夫婦 不是一個人 你其中一個人 只有一些七眼之心 你就不會做得到 甚至乎會阻止 不是的 他們沒有的 他們不斷來的 不斷來的 不斷來的 說到說 去到同年三月 女童 受不住 口吐白沫 嘔白沫 送醫院 先被人踢爆這件事 好吧 進了醫院 醫生幫了檢查 就說 小妹身上有十幾處傷痕 頭部有被硬物擊倒的傷害 有創傷性的硬腦膜下出血 而右邊癱瘓 右眼失明 左眼視力 只剩下丁按摺 懷疑家暴或者被人虐待 所以 就報警了 警方就按照 防害幼童法育罪 起訴兩人 唉 真是恐怖 而一審的時候 宜蘭地方法院認為 這兩個人因為認為 女童是難教 竟然發洩 虐待 導致這兩位重傷 而其中一個 是收費工作做保母 那你應該 理論上 你對那個小妹更有義務去照顧 但是這件事 顯示她 有意圖 加上另一個 一起虐待這個小妹 毫無悔意 所以 一審地方 這個地方法院 判了這對夫婦 一個判九年 一個判八年 嘩 你基本上 差不多打死那小妹 你想想那小妹 半邊生坦 接近盲 她 只有幾歲 人 她一生是怎樣 你又判八年 她 你覺得應該判蠻她 應該 應該 就讓她受一次 受一次 不用判的 受一次就行了 要判蠻她 但她的命 也不夠 女生長 應該判蠻她 等她 算 都沒有 你到最後 只是想她死刑 是 但這件事 當然 這兩個人上訴 上訴到高等法院 檢察官認為刑罰過輕 李英應該用重傷害罪 所以 再改判 高等法院開庭的時候 兩個人承認罪行 但他們認為 這兩個人 認為 刑判太重了 要求法院輕判 好了 法官就問 兩個人有沒有談過和解的事宜 然後 你怎知道這對夫婦說什麼 跟法官說 不好意思 我沒有帶錢來談 談和解 但我現在有兩萬元 新台幣在身上 我可以賠給對方 這樣 你要不要 兩萬元而已 就是這麼多 要不要宣訴 這樣 立即說到 在法院場內 每個人都說話 嘩 你這樣也可以 好了 既然你毫無悔意 所以 現在台灣高等法院認為 你這兩個人 態度惡劣 加上若疑守法 極度悲劣 撤銷兩個人的原判 並且加重兩個人的懲罰 兩個人都各判十年零六個月 大家開心 對 都加了營 加了營 起碼都十年起跳 二十年那些 希望他變成夏侯敦 夏侯敦不夠 要變成什麼 起碼都 盲俠一枝梅那些 要 你哪有 這些沒有悔意 真是恐怖 寧遲處死 寧遲 都試試 好 可以試試 甚麼都玩 有一個九五後 一個年輕女兒 二十六歲的小女兒 年輕的女兒 她在鄭州買樓 遇到爛尾樓 哇 爛尾樓 一個農村女兒買完爛尾樓 然後 還要男朋友跟她分手 不是吧 買到爛尾樓 就不用分手 好 我們看看究竟 一個悲慘的故事 這位 二十六歲的河南農村女兒 由於她沒有爸爸 因為離婚 她媽媽身體不好 兩年前 在鄭州城買了一套單位 想著 你買完一套單位 就有一個漂亮的屋住了 那她為了這間屋 她死坑死底 她死坑死底是怎樣 她怎樣 她就說 取消所有娛樂 連買東西都要精打細說 不可以計錯數 她甚至乎 連病 她自己病 都覺得自己有罪 這樣 嘩 有點過分了 因為 她自己說到 物理空間裡面 就說 因為 樓房停工 她說 她買到這間屋 突然間停工 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 所謂的意義就是 她想著拿這間屋來組織家庭 所以 都消失了 嘩 她這樣 很恐怖 她現在跟人說 她說 今年 7月之前 有一個男朋友 她們相識 都會在一間屋 2020年的11月 她 給了20萬出來 買一間屋 問了銀行 借51萬 想著 挺好的 去年4月 更加 選擇一個送的車位 放在vlog上 放在網上 就說 一個女孩子 不可以靠別人 自己買樓 就說 這裡 就是她們的家 而 說到有樓 都是男孩子跟她說 嘩 非常棒 男孩子看到這個女孩子 說你有樓 就開始追她 嘩 這個女孩子就說 人生 這樣才是勝利 有樓 就自然有人追 是不是 所有東西靠自己 不要靠個男人 好啦 說得好地地之後 就說 本來都沒有什麼 但是突然之間 經過疫情之後 她說 遇到爛尾樓 想不到 我找了十幾萬出來的那間鄭州原 是爛尾樓 跟著 她死 因為她途中 死坑死底 說到疫情底下 收入減少 連她 病 她都覺得自己不應該病 因為 萬一有什麼事 會對家人添煩添亂 更加又不捨得 花錢看醫生 你想想 一個年輕女 為了層樓 疲於奔明 好啦 壓力這麼大 她每天打工 顧著做事 這麼辛苦 她說 辛苦得來 有個男朋友 關心 她說挺好 誰不知 有一天 男朋友跟她分手 為什麼 因為你買了一間爛尾樓 這間爛尾樓 對我們來說是沒有前景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要跟你分手 當日 這個女生買了一間屋 引以為傲 有個男人馬上追來 現在發現房子是藍尾樓 男人看穿了一切 嘩 你住在藍尾樓 這麼笨 我離開你 那女生就哭訴 她這麼辛苦為什麼 死坑死底為什麼 原來 就是為了一間藍尾樓 所以 她有沒有自殺 她沒有 不過她差不多瘋了 她為了死坑死底 為了這間屋 爛饅頭 明白的 所以告訴大家 你像這個網紅一樣 是不是 吃大拔沙 那就有錢吧 那就有錢 真的好 警方現在說到 最初還在死撐 那條沙魚 自己帶去還是養 最初說是 她看見她斬件 這件事 其實之前已經炒出來 她就說 這個八萬粉絲 呂網紅 原先她拿了 人工養殖的沙魚 就拿出來吃 OK 這件事 很多內地的網友 就拿出來說 你真的有沒有搞錯 肯定不是人工養殖 是我說的 好吧 這個叫提子 這個八萬網紅 就死撐說不是 一定是 我養的 我沒有辦法 誰不知道 四川的警方 經過相關部門鑑定 影片中的沙魚 就是大拔沙 這條大拔沙 肯定是野生的 還要是貧臨絕種的 所以 這粒提子犯法了 唉 真的 已經 這粒提子 這粒提子 已經被相關警方 相關部門檢控了 所以告訴大家 你要威脅 也不要拿這些東西來威脅 知不知道 靈驅的時候 就是不要交由自取 就是靈驅這樣說 是不是 所以告訴大家 愛惜生命 動物 都是一樣 這次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